今天準備介紹給大家的書 我忘記了,由高明 一個國內的朋友寫的一幅書 叫做《風之的世界》 我手上的這段是一個 在馬上拍攝的拍攝 在國內是叫做《天才在左,風之在右》 是一個網紅的書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多種人 有些人都很怪去通過的 有時候有些人覺得自己是天堅地 我眼中的情緒都很大 偶爾就漏漏,偶爾又漏漏 偶爾就整個鏡頭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我有些想法,世界上都不一樣 但與此同時 我不知道紅台是否覺得 你身邊有很多人都很怪 他們有自己独特的價值觀 經常有世界圖書 可能導致說你才因為那幾天 是你的書 很多行為、想法你都未必認識得好 我們好像每一個人在一個世界上的生活 但我們每一個人在世界各部 他的想法都不一樣 就有分別 那麼《風之的世界》這個人 覺得最不可理喻、最不知做什麼的 就是我們每聽這個精神 或者心理障礙的 沒有聽就是《風之的》 透過很多時間 逐個逐個去我們聊天 究竟我們怎樣看這個世界呢 那麼這本書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我就為了劇碰 那我就不安靜 那裡面呢 放心,它不是一些很簡心的學生的 也不是一些很嚴肅的心理學生 反而是一些很真摯的網民 還有找到一班精神或者一些的過程 那裡面有很多重量的 有些是多重性格的 多重性格的 那陣子那陣子那陣子 性格A是會為了保護了病人 去殺性格A 就是多重性格的問題 那有些想法是很恐怖的 恐怖到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它創造出來的 這個世界是一個小說 它就是一個小說的作者 那有些人很執著的 做很多學術研究 究竟呢 時光學術研究的石頭裏面的生命 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路線 那我剛才揭穿的本書 我都說會不會是很多怪的 那它挺有趣的 那這樣的人都有很多看 那不知道看不看 他就說 透過這些對話呢 這些人是很奇怪的 甚至我覺得他們也有世界的了解 或者有些人際關係裏面的提法 那種透視程度 令到我慢慢地尊敬他們 慢慢地覺得他們很可憐 甚至乎有機會 我都很想那種經驗 那這本書 即是在柳城裏面 就是在柳城裏面上刷了 第一 硬解真是開錯的 真是瞭解到我那樣 是在這個世界 第二 我開始成尊從天派來 有些人跟我們相反一樣 或者是在柳城裏面 不是很相同 但是不代表他自己是錯的 只要他很認真 做得到 我覺得應該是存在 第三 其實有時候 我應該相信自己 有一次你不明白 你覺得你怪的 問題是被誰發生自己做的 只於是有些人 可能其實慢慢慢慢地接受 那這本書呢 就是我對這本書 其實除了我之外 我知道你各位有知 這本書是超級的 他喜歡你這本書的 那以我所知 暫時 圖書本是正在扔這本書 那如果他有趣 當然可以問我 那你去問我 那你去問你 那你去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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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本是成功的